中国公共船周二继续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达到13艘 日本提高了抗议级别 外星暗天文雄山五照见中国驻大使程永华抗议 程永华则当场反驳称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船只进行活动理所当然 观察指出日方炒作中国钓鱼岛执法 最终目的是借此推动修宪 日媒还透露日方政探讨通过中日领导人会谈 来缓和钓鱼岛紧张局势 暗天文雄上午在外务省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 就中国公共船反复驶入钓鱼岛海域表示所谓的抗议 要求中方船只尽早驶离 暗天还称围绕日中关系的局势正在明显恶化 程永华当场反驳称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船只在相关海域进行活动理所当然 日本海宝厅周一称 当天共有15艘中国公共船一度驶入钓鱼岛海域 达到史上数量最多 海宝厅周二续称 进入钓鱼岛海域的中方船只一度达13艘 日方除了加强警戒与监视 也提升了抗议级别 召见中国驻日大使 这是继上周五 中国公共船与渔船一同驶入钓鱼岛海域四天后 日方首次向中方直接抗议 此前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姗姗进府 两次就中国公共船驶入钓鱼岛提出抗议 我们看到最近日本针对东海的一些事态 有大惊小怪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它的这个表现是希望通过抗议 来再次炒热东海的问题 而中国作为对日方这种恶意的回应 这些年一直在采取一种常态化巡航的 这样一种行动 来保卫自身的主权权益 中国是一种应对式的这种反应 而不是中国主动的挑衅 我想这个明眼人都能看到 这个之间的逻辑关系 有分析指出 多艘中国海警船在此巡航 不排除同时也是为了管控在此作业的中国渔船 上周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针对外媒相关报道答记者问 就提及中方正在采取措施 妥善管控有关海域的事态 这次钓鱼岛问题 首先升级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最近几天解除了近一期 所以中国族日部大使陈永华 也是向日方明确解释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海警船出动十几艘 在现场维持秩序 也是为了维护和对钓鱼岛附近海域 实行有效的管理 并不是如日方所想象的那样 中国要组织大批的渔船 要进攻钓鱼岛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近年来日本对中国各种合理合法行动 屡屡指手画脚 这几天更是抗议上瘾 这种刻意解读的目的 无非是为了一己私利 其一大肆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日本看到非新总统上任后 希望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 近一时期南海也呈降温趋势 在此背景下 日本炒作中国威胁 歪曲中国形象 自然方便其外向 在即将开启的仿飞行程中 拉近日飞关系 与此同时 日本还试图构筑联盟 牵制中国发展 并在其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并以防范中国为借口 加大军备投入 以最终实现其成为政治与军事大国的目标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也援引中国学者的分析指出 日本这么反应 就是为了炒作 目的是推动修宪 他自己国内的 还是在走这个修宪强军的这样一种道路 要走这样一种道路 必须要有一个理由 而中国的威胁 尤其是中国在东海的威胁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 日本也一直没有放下这样的一种用途